苹果要赚翻了,新iPhone在中国先换机潮 苹果新机即将在9月发表,各种规格不断曝光 传说中有三种尺寸,iPhone X的升级版,iPhone X Plus 还有平价版的iPhone X,掉足果粉的胃口 这一招或许能奏效哦 因为专家预言,新一代的iPhone将在未来一年到一年半掀起一波换机潮 尤其是中国市场,有两大因素苹果要尝试回归 首先是平价版的iPhone,正符合在地人的需求 哇哦,每年都要朝圣,真是有够嗨的 GBH Insights分析师对苹果的前景很乐观 他们认为苹果在下一个财款年度能卖出2.2亿只的iPhone 预估在未来18个月内,苹果iPhone新机可销售3.5亿台 苹果吸引中国市场,让国粉买单的第二个因素 是这次推出中国专属的双卡版 在Android阵营中,双卡双代早就是标配 而iOS系统的iPhone拖到现在,苹果终于推出双卡版 再加上价格实惠,渴望在中国巩固江山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